全城三代潮汕滷水火鍋 必食新鮮絲頭鵝肝 鵝舌 爽脆嫩滑招牌鵝腸 鮮甜鵝提燈你又吃過沒有? 只看鵝掌也猜到鵝有多大 還有生猛海鮮 多款潮汕特色小食 普寧炸豆腐、炸果肉 水果小菜、白粥、糖水 全部無限量任你吃 配料多到說不完 看我介紹之前 請你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加藍 大家好我是Miu 當你們在華強北繼續掃翻譯機 風筒電子產品的時候 我就繼續尋找華強北的新餐廳 給大家認識 我現在身處這間餐廳 叫做王沛因潮汕絲頭鵝露水火鍋 它是今年10月8日才試業 而我今天剛剛來的時候 正式開業 10月18日正式開業的第一天 就率先介紹給你們認識 來這裡很簡單 坐羅湖地鐵1號線 就可以來到華強路B出口 走過來兩分鐘都不用 就可以來到這間餐廳 我在福田口岸打車過來 就用了17分鐘 車錢就用了16元左右 都是很快的 這次是我第一次吃這個潮汕露水火鍋 聽就聽得多了 是第一次吃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個鍋底 剛才我已經問了店員 這個裡面是有什麼配料 他就跟我說這個是祖傳秘方 所以不便公開 這間餐廳已經開到第三代 這個秘製祖傳的滷水湯底 在未開始錄的之前 先試一試滷水 裡面其實有超多超多的料 然後看到有些蔥、草菇、辣椒 不算是非常鹹 不過是鹹的 濃湯味 大家看到了 我面前有兩碟巨蜜 很大很大的 平時買的就這樣買的 買得多 拿來吃火鍋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這樣 不知道要錄多久 所以我打算放進去 一個就是鵝掌 一個就是鵝刺 每樣都是48元 是超大碟 比我的手掌 是多長 即是鵝是多大 絲頭鵝 即是鵝都這麼大 那它 就應用不到 應該就很大很大 我現在就首先把鵝刺 和鵝掌 放進去 我猜這個很久 我猜這個 好 48元 這個真的要介紹 這個是絲頭鵝的鵝舌 是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見過有得吃的 一隻鵝只有一條舌 這裏是38元 有多少 2、4、6、8、10、12 有12條舌 12條舌 38元 全部都放進去 因為這個滷水的時間 都要給他一點時間 而且這些要全熟才能吃 這一份的苦瓜 是8元 我覺得都是要錄下去 很喜歡吃苦瓜 所以可能大家會覺得不配 但我也想試一下 它放在這裡真的可以 試一下吧 8元 是原味椰子水 22元 這個是打包的包裝 以前我會打包椰子水回香港喝 有些爆豬在下面 正 夠冷 那是什麼豬 好像有些馬蹄在裡面 正 要喝些冷的 而且這間餐廳冷氣是非常之大 馬邊爐一流 嘩 先不要攪拌它 應該很久 開始看到鵝掌鵝肉變色 這是炸果肉 26元一份 看起來應該有兩條 這裡很可愛 配火鍋的調味料 非常之多 也放得很漂亮 所以我也忍不住 拿來做了一個開場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很多不同的配料 給你用來吃這個潮散火鍋 嘗嘗這個果肉 嘗嘗這個果肉 外面那個皮很脆 皮皮很脆 裡面有些很爽的東西 應該是豬肉 還有一些馬蹄 先吃一些小食 土靈炸豆腐 16元一份 16元 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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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是滑的 說到潮散火鍋 當然要吃潮散牛肉 這些時間快一點 我先說綠一點 這個是釣龍 48元一份 原來潮散火鍋 是這樣的 連鵝肝都是生的 然後用滷水煮完就這樣吃 真的挺有趣的 平常是老了 說要老了很久 然後才吃 原來就這樣這麼快都可以吃 其實什麼調味料都不用蘸 嘗嘗 嘗嘗 62秒就可以了 這個是釣龍 不算是很肥的 也算夠厚 不算是很肥的 也算是很肥的 不要讓它停 這個是五花子 68元 也是62秒 熱辣辣吃 挺有趣的 它可以滲了一些滷水味進去 跟平常潮散的牛骨湯底打火鍋 又有些不同 它那個滷水是挺有趣 不是普通豉油 是吃下去 你越多不同的味道 你又吃不到是什麼味道 就是一個秘製配方 就是一個很豐富的味道 然後我要綠雞子 是細細粒 很漂亮 很光滑的 我剛剛還跟大家說 這個是雞子 然後想想 這裡吃鵝 沒理由有雞吃 然後就問清楚店員 為什麼這麼光滑 這麼漂亮 原來這個叫做提燈 是鵝 是鵝 是我的同一個部位 我剛才問店員 都有點尷尬 我問他這個是什麼部位 他說那裡 那裡 補身 總之 很滑的 那個樣子 難怪沒見過這麼漂亮 平時雞子哪有這麼漂亮 這個真的要小心 記得不可以整顆 嚇到口 會爆 爆汁 好甜 鮮甜一點都不腥 這個真的28元 這個叫提燈 28元這麼大範圍 我喜歡吃內臟一定要來吃鵝腸 提燈 嘩 這裡就是 看到都知道它爽 很乾淨 我想都是十多秒就可以吃了 這個 68元 鵝腸 是68元 鵝腸很大條 超脆 這個鵝腸 一個人吃一次 超脆 開始多客人 始終今天是第一天 正式營業 鵝腸真的很棒 多吃三個 鵝腸 除了鵝和牛之外 這裡都有蝦吃 這個蝦38元一份 剛才上碟的時候 它還是會動的 雖然插著竹籤 還是動的 我現在就放進去 鵝肝 最貴是它 88元 獅頭鵝的鵝肝 是最貴 哎呀 差點又用錯筷子 你們好眼利的 真的 刺過兩塊 好笑成相 嘗嘗 嘗嘗鵝肝 錄完之後 還有這麼大塊 好軟 又另一個口感 平時在那些 獅頭鵝店買 就會好像硬 現在這個更加軟 好棒 一定要吃 必點 鵝肝是必點 我先嘗嘗苦瓜 吃完那個鵝肝 可能有點漏 夠苦 夠苦再加上那個滷水鍋 但是挺好吃 苦瓜 有驚喜 就算在鳳肉店買 也不便宜 這裡竟然這麼便宜 有味了 不用點任何東西 好肥 是完全沒有骨 好像整塊吃光 我這一塊都是軟骨 整塊沒有骨 所以我是沒有那些鬆骨的煩惱 鵝掌和鵝翼也錄好了 整個畫面都是這塊 不太硬 不硬 因為它夠大 是有肉食 而且是很膠質 是爽的 我試上那個鵝翼 這個相當位 我覺得 在這裏 吃這個鵝翼也挺爽的 鵝翼就比剛才那個獎 我覺得 我喜歡吃鵝掌那些 鵝掌是有爽有多膠質 滷水蝦 三十八塊 這裏是有剝蝦服務的 非常之好 淡淡滷水味 打完邊爐 介紹多兩款糖水給大家 這個是綠豆馬蹄爽 八塊一碗 不知道是冷還是熱的呢 先試一下 很冷 這個是我這裏飲 馬蹄吃到很碎很碎 八塊 湖泥西米露十八塊 很喜歡吃湖頭西米露 它還要是大粒的西米 很棒 它部分的芋頭熬溶了 所以喝下去還有一些芋頭 另外再加一些大粒芋頭 正 停不住 很喜歡吃 我今天這樣點餐 買單是六百多元左右 因為這個是單點價錢 這裡足夠四至五個人用餐 如果大家去大眾點評 或者美團 有其他副餐的優惠 大家有興趣 想過來吃這個 黃沛恩潮山 絲頭鵝滷水火鍋的話 就可以由羅湖口岸 搭一號線 去到華強路站B出口下車 上了扶手電梯之後 看對面就可以看到這間餐廳 我現在身處就是華強北坤店 不離開之前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加拿 拜拜 好 來 好 來 發生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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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